来大家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位预算符当中呢 还有三个 一位预算符 或者位预算符都行 这个叫什么样呢 注意这是有两个小一号组成的 但是你们不要再看两小一号的是怎么样啊 就像一个左箭头一样 这叫做左移 左移 那这个叫做右移 因为什么我们可以很清楚发现 什么方向不一样啊 是这样吧 看尖那个方向 那有个六崩溃的什么 什么有个五幅右移呢 是吧 一看这个我给你讲 谁都崩溃 干嘛搞什么三个大个号两个大个号了呀 对吧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它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那基本特点 这基本特点当中呢 老师还得这个 operate demos里面演示的得了 这里边三句话呢 咱们就已经开始不用了 麻呢 咱就来个谁啊 来个叫做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东西啊 这是 三 咱得先往左走 是吧 那先做先做这个箭头吧 是吧 三往左移两位 就这个意思 听懂了吗 三往左移两位 那我写上吧 三 左移 两位 是吧 那么大家一般看是怎么样啊 又不要崩溃是吧 三往左移两位 是不是三百呢 是吧 接下来啊 这里边怎么样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未运算是指的是二级的运算 对吧 那么所以我们第一位应该做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应该三把 先先把这三转成什么 二进制吗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三呢 要先变成二进制 那么我把这写了 三 哎呦 又画法了 三往左移 两位这到底是几呢 大家 那拭目以待 首先三是谁啊 注意 我这回我真给你画全的 好吧 我就怕你看不懂 你们就觉得是011是吧 0000 杠0000 老师这回就画个拒全一点 好吧 就这个意思吧 复制 当当当 这里边谁啊 11 这没错吧 这个 我要这么画的话 一会我移下来这边飞进 我得把这空格去掉 就这意思吧 好吧 然后呢 你们要是觉得说这个看着不爽的话 没关系 我去全给它干掉 好吧 这就嗨的屁了吧 请给大家看着 注意 我故意的前面两端 我画一个竖线 就意味着什么样了 这个是不是他在内存中所在的一个区域呀 对 啥叫左移啊 左移机子就这样子 大家 跟我们移作为没什么区别 好吧 这个整个怎么样 往左边开始走 这咔一咔 大家知道吧 一共32位没有 你这一往左移 是不是相当于有两位超去了 这两位怎么样 舍弃嘛 对啊 俩整数嘛 运算嘛 超出整数范围的时候 是不是高位全 有气啊 对嘛 你们装不下了嘛 就自动怎么样 做整化了 请跟这有什么问题发生的呢 就是你的咔一一完吧 高位被丢掉了 我们可以理解 怎么样啊大家 没有想到的是 这里边是不是挂了两个空位啊 所以怎么办 所以这两个空位吧 大家 你得往补点东西 没了 那补回来 没空了呀 是吧 那怎么补啊 你既然你这两位空外后呢 也是本身就是无效的数值 是吧 我不能说 本身就是没有一的存在 补两个零进了一杯了 明白 拿两位 你能把这个空位一补就完事了 那么大家 这个零一补完后呢 我们左移两位的动作就成功了 这能看懂了吧 这叫左移 就这么回事 老师 左移 这个 左移完 这是啥 这是 你看嘛 这二进制左移完两 左移完两位以后 你看这二进制几了呀 是不是变成了 不是以前11 变成1100了呀 对 那么最低位是0 到了第二个地位 第二个地位也是0 是吧 那么就是后面是11了 哎 这二进制数是几呀 12 这不就完了吗 大家 那 一 大卡 一 二 四 八 四加八 就是12嘛 现在明白了吧 就是所谓的左移 他可以猜取什么呀 可以参与晕算的哈 那么这一样什么好处呢 咱们不用再废话 紧跟着麻呢 我们就趁着打铁再一次 是吧 三 左移三位 这是几呢 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大家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哥们又往左边走了一位啊 对吧 就是这一位一位两位了嘛 就是一位数卡的一个三位数据的话 是不是后面就稍微补三个0啊 大家注意了 我补三个是几啊 就是说来是变成什么呀 是变成了11000啊 对吗 124不要 什么样啊 8 46 是不是要啊 那是几啊 24嘛 那么到这儿我们发现个规律怎么样啊 往左一两位是12 往左一三位24的话 是不是12乘以2就24啊 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 这里边只要多加一个二进这位 是不是相近再乘2 对不对 就完了吗 大家 大家不说过吗 记住戏吗 是吧 逢2就进一逢 取两个一组 取两个一组吗 对吧 那么大家往那一看 哎呀 每一个每加一个二进制位都是2的倍数 那么到这儿我们已经找到规律了 是什么呢 大家发现一位是操作的二进制位 二进制位只要一移动就会涉及什么 是不是涉及到2的倍数运算 对 2的倍数运算 那么大家其实这里边是这样的 看着啊 三左移两位其实就是三乘以什么 往左移是不是越来越大呀 是的 那么三乘以什么 2的2次方等于12 对不对 12 对不对 大家 OK 请跟着 大家再往这看 那三乘以什么 非常 三乘以2的三次方等于什么 24 那么大家总结规律吧 告诉我怎么回事 左移几位 那其实就是该数据怎么样啊 乘以 应该就写吧 乘以2的什么 几次方 就完了呗 那么一把 所以大家左移可以完成什么 可以完成 可以完成 2的什么 四名运算 听说吧 2的次命运算 注意啊 这是基于2的啊 其他的不行 听了吧 好了 这是我们说的左移动作啊 那左移八里方有谁啊 右移了呗 是吧 这都 大家都基本会用心好吧 因为我们咱做练习就完事了啊 然后呢 那个右移怎么样呢 这右移的话 跟那个左移的规律 其实是一个道理 那 那么大家我们不用再啰嗦 搞谁呢 6啊 是吧 往右怎么样啊 往右移一位 看到到底是几 是不是 六十几啊 四个零 当当当当 这是八个零 是吧 我们就一个复制 当当当 这个24个了吧 再来一个 怎么样 110 是这次吧 110 请跟着呢 老师也画个区间 让大家看一下 那 我现在是怎么样了 是不是向右移一位啊 那么还有啰嗦吗 这个 直接来呗 往这怎么样 一个右移 是移位吧 对吧 那么大家 右移一位 这个位是不是已经移光了呀 不不 不是说移光 是不是移丢了呀 对 就要丢失一位 丢弃一位 丢弃完后 这把高位 是控制位的呀 对不对 高位控位怎么办呀 补呗 那说老师拿啥补啊 拿什么补呢 这是个问题 对吧大家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补位吧 他有个特点就是 如果说你的最高位 以前啊 以前最高位是零的话呢 移走的 移出的空位 就拿零补 听懂了吧 如果你的最高位是一 换句话是个负数 听懂了是吧 就拿什么 就拿一补 明白吗 这比较好记一点吗 是吧 好记吗 就是什么呀 最高位是啥 就拿啥补这空位 宝贝啊 哎 这有原因的哈 大家接着看 呱 一一万以后 大家 我问一下 这不是几啊 谁都看得明白 这不夭夭了吗 现在没听了 是吧 那就是三呗 是吧 请大家 老师再来一个是吧 是什么 六网 又一两位 这是几啊这是啊 一 大家注意看 是不是相当于这两 哎呦 相当于这两位被干 干掉了呀 那么大家是不是剩一了呀 是的 那不用再啰嗦 就写个一就完了 大家这 这能理解吗一个啊 那么大家找到规律没呀 等一会啊 我把这个呀 往下落一落 留点空位出来 写点小东西 这里边 哟 这个我也 我 咦 这写点是不是 啊 这里边写点什么呢 这里边就写点叫做 六啊 往右移一次 是不是相当于六在除以什么 除以二的是不是一次方啊 那么二一次方是二嘛 那就是六除二人几啊 三嘛 大家这能看懂不 六除以 不 六往右移两位 是不是六除以什么 是不是二二字吧 那这等于六除以几啊 六除以四嘛 那六除以四等于几啊 那又问嘛 是吧 那等一等五不就崩溃了吗 对不对 等一嘛 就是小转是不是舍弃啊 是的 大家就搞定了 这是我们说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 右移运算 其实右移在干嘛 对啊 右移啊 其实就是在嘛呀 其实就是在 这个 这个 其实就是该数据 该数据除以什么 除以二是什么呀 次秘 对不对 哎 次秘 啊对 你想按上面写是吧 那行 又移几位啊 其实就是除以二是什么啊 几次秘 这行不 明白了吧 老师我那啥 我觉得负六呢 我跟你讲 负六移完了以后 应该是负三吧 向右移一位 是不是六相当于六除以 啊负六除以二啊 负六除以二啊 负六除以二是不是得负三呢 现在没有说是吧 那就是这样的嘛 对吧 所以我跟你讲 像这种运算方式 反正是涉及到负号运算的哈 一般都和被 呃 你知道什么呢 被运算件数 你能听懂是吧 什么被乘书啊 被除书啊 听没吧 和他的活有关系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求求某运算的时候 是不是和被磨住的 否则有关系啊 对 就这么个事 为什么呀 这里边有这样的运算方式在里边呢 是吧 二级率在操作呢 是吧 好了 这里边呢 大家我就做个了解 就发现什么 哦 原来移位运算是这样的 那 那么别忘了怎么样呢 我们说叫做右移的这个动作 当当这个动作叫做 呃 对于啊 高位出现的 出现的空位 怎么样啊 那 原来高位啊 原来高位是什么啊 就怎么样 就用什么 补 补呢 补这个空位就完事了 那 你说保证什么啊 还继续保证符号位 符号位存在 听门吧 你原来是负的 那么你移光以后 你控的位怎么样 我还拿移补 是不是表示你还是负数啊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了 这里吧 我就不太过多强调了 强调用多不多呢 呃 不是特别的多见 一般偶尔在某些小场合会用得到 而且呢 都相当简单一些 老师一会处理的呢 是比较复杂的 大家在我眼看啊 这又一说完以后 我说完再提一个 是吧 老师 你这又一完事了 干嘛还要搞又一啊 是吧 这叫做三个大于号又一 这个又一啊 大家 我就说一遍得了 他跟刚才的又一啊 他俩的移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方向也一致 听明白了吗 哎 我只是写一下什么呢 三个大于号又一 和两大于的区别就完了 大家 哎呀 三个大于号啥区别啊 当当当 是吧 这个呀 就叫五符号又一 啥意思 大家记住了啊 就是数据进行 移啊 进行又一时 那又一时 这个高位出现的空位怎么样了 哎 高位出现的空位 无论 无论原高位是什么 哎 空位都用 零补 能懂我说句子吧 你是这么说 你又一了以后 我也拿零补 你说副数 你又一了 我还拿零补 说可以补个证数了呀 对不对 就是这意思 那 哎呦 咱们有点纠结了是吧 说老师 那个我们到底 这家三个大号两个大号 在玩啥时候用啊 啊 我跟你讲哈 如果你要是在进行 这个除二次密运算的时候 用哪个 就是二次密运算 除二次密运算是用哪个 对 记住了 得用两个大约号这个 听闻啦 得用两个大约号这个啊 因为什么 他还保证能符号位吗 听闻啦 你不能说你这一复数 咔又一完以后 变这么出来 这不也合适啊 是吧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哈 那么说三个大约号 是什么用呢 是吧 这个我们有应用的领域 不用着急 好吧 到这大家 这个三个大约号 两个大约号 又以这个区别能明白 能明白了吧 啊 区别能明白是吧 哎把这记住就行了哈 我要的不是让你们算的东西 我要是你们会订的结论 懂吗 哎 注意了 我再讲讲一遍 像这种左翼右翼 他们操作的全是什么 对 谁是二次密运算是对的 他们操作的 其实最终都是二的倍数 明白了大家 哎 别瞎搞啊 你只有设计二的倍数的时候 才能做这左翼右运算的哈 你如果想设计其他数 老师我三个倍数 白扯 用不了啊 好了 到这呢 老师就把这个最基本的动作呢 给大家讲完了 那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做什么呢 咱们就这个 看一下这个 基本的练习 什么样啊 咱们就好